我们现在要教控制编音法,控制编音法是一个科学家做实验的方法 科学家用来了解 世界上是怎么变化,怎么运作,谁会影响谁的方法 然后考试就很简单 就问你说我做完这个实验可以知道什么事情,我想知道什么事情,需要怎么样做实验 就这样 编音的意思就是会影响一个式的音机叫编音 你加热一杯水的时候,水温会有多高,跟你的火有多大有关系 跟你的加热时间有关系 所以跟你的杯子的材料也有关系 这些就是会影响你的音速,我们就称之为变音 如果这要变,或者也叫变相,意思一样 只是名词就不同而已 然后如果把这个变音用数量来表示 就叫做变数,就是你说X跟Y的变数 如果变成一个量的大小,3公克5公克10公斤这样 就叫所谓的变量,就是数量化 这只是名词而已,反正就是会影响一个式的因素,就叫做变音 然后 我们的控制变音法 有三种变音 一种叫控制变音 一种叫做操纵变音 一种叫做应变变音 控制 被我控制住了 抓住了 所以它就是不会变的因素 不会变的因素 操纵 摇杆 动来动去,动来动去,要操纵它 所以操纵变音就是我让它去改变的因素 应变变音就是 当我改变了A之后 我去看看B会怎么样 那个B就叫做所谓的 应变变音 应变变音 所以呢有三种 一种叫控制 一种叫操纵 一种叫应变 不会变的 保持不变的 叫做控制变音 我让它去改变的 叫做操纵变音 因为这个改变 那个就有什么变化的 叫做应变变音 然后 我们所谓的控制变音法就是 做一个实验的时候 我一次只改变一个因素 也就是一个实验有几个操纵变音 一个 只有一个操纵变音 其他通通都不变 然后看看这个玩意会怎么样 这样我就知道A会怎么 怎么影响B 甲乙丙丁 甲乙丙丁都会影响A 我做实验的时候 乙丙丁都保持不变 控制变音 我只改变甲 操纵变音 去看看A会怎么样 变变变音 看看是甲越来越大 A就越来越大 还是甲越来越大 A就越来越小 还是甲不管怎么变 A都不会变 无关 就是我们研究方法 就是控制变音法 一次实验 只改变一个因素 只有一个操纵变音 其他通通都不变 都是控制变音 然后其他那玩意会如何改变 硬变变音会如何改变 我就会了解 操纵变音 跟 硬变变音之间的关系 我想要知道 水量怎么样去影响到受热以后的温度 所以 我的控制变音 我想知道水多水少 怎么会影响到加热后的温度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用一样的火 去加热 我用一样的烧杯 我用大家开始的水温也一样 我用一样的加热时间 然后去看看 不同的水量的温度变化 这些所谓的烧杯 加热时间 煮火大小 就叫做所谓的控制变音 然后我就只改变一个因素 叫做水量 找了三杯水 一杯大杯 一杯中杯 一杯小杯 一杯300克 一杯200克 一杯100克 这就是我的 操纵 我的操纵变音 然后我就量水温 假设我都加热10分钟 我去量个10分钟之后的水温 我们都从20度开始加热起 通通都加热10分钟 我去量个10分钟之后的水温 最后的水温 那就是我的硬变变音 这样子我就会晓得 水多水少 对加热后的水温 会有什么影响 有人有问题了吗 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了 好 我们做这个实验 做完之后 我只能够了解 操纵变音跟应变变音的关系 其他的 我通通都不晓得 考试 未来 单摆的等时性 三年级要教 三年级要教 摆动的时候 摆动的周期 来回一次的时间 只跟摆长有关系 跟摆锤质量 与摆角大小 无关 我做实验 我做实验 三个锤一样重 三个都拉开了五度 但是长度不一样长 一个五十公分 一个七十公分 一个九十公分 然后去看他摆的时间 做完实验之后 问你 下列迅速何者正确 选项说 摆锤质量 摆锤质量 与 摆 周期无关 错 老师你们就算一下 你们就告诉我摆锤质量跟入关 错 为什么错 因为这个实验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因为这个实验你摆的时间 都怎样 一样 所以你看不出来 他到里面 周期都没有什么 关系 所以选项可能的叙述是对的 是你学过的学问 可是能不能选 不能 因为我做实验完毕之后 我只能知道什么 我只能知道 操纵变音跟 应变变音的关系 你有意思吗 有意思吗 OK 来立体 有个物理量 甲乙丙丁物五个变音 要知道乙如何改变丁 要 控制谁 操纵谁 应变谁 我要了解乙怎么影响丁 所以我就要去测量 我就要改变乙 去测量丁 所以乙叫做操纵变音 丁叫做什么 应变变音 可以吗 OK吗 那其他人不能变 甲能不能变 不行 笔能不能变 不行 物能不能变 不行 要什么变音 控制变音 甲笔物就不能变 要控制变音 这样子我就会了解 操纵变音跟应变变音经验的关系 我要知道乙怎么影响丁 我就要改变乙 测量丁 其他的保持不变 这就叫做控制变音法 请问 有人有问题了吗 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好 换你们 这是 下学期要教的摩擦力 这个最大净摩擦力下学期会告诉你 跟接触面性质粗糙程度有关 还跟正向力大小有关 跟接触面积无关 但这不重要 我现在想要了解 接触面积怎么影响最大净摩擦力 请问你 我要怎么设计实验 我要控制谁 我要改变谁 我已经告诉你了 面积会影响 重量会影响 光滑程度会影响 影响我就拉他的力量 我拉的力量就叫做最大净摩擦力 请问你 我要控制谁 我要操纵谁 我要 那个 改变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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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忘了带摄影机来 我没有关系 对吧 这地方可以 怎么把握杆 两人 层 22號 民眾業 舉例 來 我要控制誰 我要改變誰 我要測量誰 按照這邊寫的 什麼光滑程度會影響啦 重量會影響啦 面積會影響啦 那我想要了解面積的因素 請問你 我要控制誰 我要改變誰 不會 歡迎歌 家圈9號 通通不知道 男子和大丈夫說不知道就不知道 坐下 第一個 目塊要一樣 然後呢 我說過 重量會影響 所以 目塊要一樣 重量 重量要一樣 我說 光滑程度會影響 所以 光滑程度要一樣 光滑程度要影響 再來 我要知道的是面積的影響 所以要改變面積 因為長方體 三個不同的大小的面 各自去擺 然後用手去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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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激摩擦力 所以 我用相同的目塊 表示重量一樣 在相同水平面 表示光滑程度一樣 然後用不同的面積 的地方去碰它 我改變了接觸面積 然後去量我拉的力量 所謂的最大激摩擦力 這樣我就可以知道 面積對於最大激摩擦力的影響是什麼 是正正比 還是反比 還是無關 還是怎麼樣 有人有問你嗎 沒有 小童要研究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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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根據下表示 問題就算講過了 我這樣做實驗 顯示了 我可以知道誰跟誰的關係 我這樣做實驗 擺長度100 質量有60有70有80有90 擺腳都3度 擺的時間 量出來 請問你我這樣做實驗做完之後 我了解了誰跟誰的關係 我了解了誰跟誰的關係 那個誰 林仲彥起來 林仲彥 幾例 我這樣做實驗完我了解了誰跟誰的關係 我的這裡沒有跳耶 他電腦跳可是我這裡沒有跳 我的iPad沒有跳 螢幕沒有動 不知道為什麼 表示我應該把他架起來 但是要找一個架子把架住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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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軒 我了解誰跟誰的關係 我 你 我 了解什麼 質量跟 你做 我改變了擺垂質量 我去量擺動時間 所以這個實驗做完我了解是誰 擺垂質量跟周期的關係 好 然後我的實驗結果是這樣 我的實驗結果是這樣 是60 70 80 90 然後333330 於是乎 林仲彥 這個實驗結果顯示 質量跟周期有什麼關係 比如說乘正比 比如說乘反比 比如說平方乘正比 比如說平方乘反比 比如說無關 不知道 又是林仲彥 謝偉珍12號 這個實驗結果顯示質量 看上面表格 這個實驗結果顯示質量 跟擺動時間有什麼關係 正比 反比 平方正比 平方反比 無關 請問答案 做 我60克是30 70克也是30 然後是點4 點4要管他嗎 不用要做估計值嗎 不用理他 最後估計值 60的時候是30 70的時候還是30 80也30 90也30 那表示 你增加質量或減少質量會不會改變周期啊 沒有啊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樣 無關 沒關係 聽懂嗎 可以嗎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結束 對嗎 沒有 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嗎 是